現在是7點半了,我們可以去做一下那個活動了 英雄遠征開始,這裡兩個BOSS啊 半點一次 聲音呢?已經半點爆炸了 憑什麼呀? 拿一刀,大盧布,去死吧 好,上榜了 大盧布 一刀,兩刀,三刀,四刀 那麼硬嗎? 吃人也太硬了吧 烈火一刀 可惜 我應該鎖定他,一次性半年 confuse 半點硬次 三刀,對 老闆盧當臭 這幾隻小三刀,那些還能幫我 這兩個傢伙看不過來啊 兩個半年都在的 半年硬刺 裂回刀先砍死 我靠 這兩個傢伙看不過來啊 兩個半年都在的 半年硬刺 我靠 這兩個傢伙 裂回刀先砍死 我一位二還是個菜 半年硬刺 戳 再來一刀 其他也無所謂啊 這大陸不無所謂 一刀 好死了 大陸不把我殺了 這傢伙未白都宰了吧 不用客氣啊 拜拜 一火一刀 這個是暴擊傷害痕給你嗎 這是一次性半年很厲害啊 這是一次性半年很厲害啊 半年硬刺 兩刀 三刀 一次性半年就那個高戰的傢伙啊 他來了 就拼輸出唄 我靠 怎麼反向走唄 一次性半年 裂回刀 半年硬刺 暴擊兩下 大陸不拜拜 好 都死了 一刀 救命 其他要是 一刀 龍 那邊 不禁煙 這把他其實就看著 有很難的 一刀 只有這應該有好 在一刀 有很難的 有很難的 我怕 这游戏做了一些这个改变就是这个锁定变得更容易去锁定人了 这打不了了呀 这只能打下这个boss 这地冷血还拿到了第一 拜拜 第一刀拜拜 我第二能拿到吗 看一下 不然是 我还是要打不过 这大陆布虽然冷很菜 但还是很恶心的 他们又来了 老王图第三 赶快打这boss了 好像就只能拿两个boss 第二吧 我要打这个怪物啊 大哥你不要去打这个半年好吧 这boss都没有打着 你愣是要去打这个半年 这是傻叉 把前人都砍了 哎 他们人多就是厉害 就厉害是吧 一刀 我还不信了 我在平常活动里面是没有兄弟的 我只有在攻杀的时候才有兄弟 嗯 我们在这边 他担心 你打了 我给你打了 你打了 我给你打了 都没什么存在的感觉 宝物珠灵这里 盗士抵抗 感觉要重置一下 盗士抵抗点九点 剩下的法师抵抗 战士抵抗 各点四点 先这样安排吧 663万 我刚刚是拿到第二名 这也是第二名 啊那还行 两个30个屠龙勇士的这个时光碎片 那还可以啊 全部提取 新抖的大陆 我觉得太低诱了 看这画面我不想玩啊 别的英雄远舟没有了 之后 现在周五会有什么活动 巅峰之战 这些我平时里头参加的 这个生态游戏我不想参加了 然后最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盘绑 我今天就要下播了 因为这几天真的没什么可以看的 就是纯粹是挂boss 然后等和服 和服现在还没有消息 我一会儿再去问一下 然后我们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盘绑 盘绑等级第一不用说了 对吧 非常荣幸的 第一个到达 150级 所以 就是第一个到达 150级的20转吧 这个交集人 虽然他也到150级 但是我转速比较高 所以我排在前面 这个半年 他 永远都是第二的 然后这里 战力榜 比半年高了40万战力 还是很厉害的 但是我现在 他们打我还是很痛 因为我再怎么提升 这个防御也没有办法了 很难很难再去提升了 我现在 就攻击还可以再提升一大截 就是我 我看一下这个神剑 我估计还能再加个六七万的这个战力啊 但是到时候这个加完估计就没有什么可以加的了 其他的一些什么魔龙装备啊 全部升到七阶 其实左边这几个需要两天时间嘛 可以升到七阶 但也只能加个一万战力啊 魂装全部升到六阶的话 都很困难很困难 需要等很久很久 我现在 真的就得等这和服了 还请大家谅解 然后视频我们会赶快更新 唐宝如果没有看够的话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就八刀 今天上来提升了下来的这个战力 但是这个战力毒罪 他没有提升 不过六的话好像 动也没都不知道 好像动了一点吧 加了一两万战力也许 其他人不知道了 然后这个战战格今天上来了 他暂时没有航会 希望他到时候能进来 我们这儿 因为他原先就是我 技术去的 因为他好久没有上线了 别的没什么呢 别的就是我接下来 去打Boss就完了 这里有这个 图隆勇士的时装 等到图隆勇士时装 有120个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拿去 做这个合成 现在这个时装 还是比较少的 这里有85个 这个图隆勇士了 再搞一搞 然后这个升华危机 还是很菜的 护国安邦 这五神护国安邦 随便是暖国道的 并不清楚 炼金升一级 失败 再升一级 又失败 留下这个战利 好可惜 好了 那今天就到这里了 我们明天晚上 7点钟再见咯 拜拜 好的 我感觉 非常有技能 以刚才这里 我自己 玩这个升华危机 我没有录制 然后也没有直播 然后竟然还拿到了 一个第一 感觉这很厉害 我前面两把 很快就死了 后面第三把的话 我运气很好 其实也不是运气很好 你就把其他人都干掉 之后你一个人一个人 一直往后面玩就可以了 让他这儿顶级出国礼包 9人以上装备 100万元宝 还有两个 超级失望令牌 无暗的神帽 这些还有一些别的奖励 都挺好的 这些是第四名 第三名 啊 给那么多奖励啊 全部领取 使用一下 还是不错的 哇塞 就开了一个 什么样的装备 不知道 没注意看啊 反正没开出 什么好的装备来 最后一击 我们 七分牌 啊 我这里是第三名 这里又是第三名 又有人超过了 是吗 嗯 然后我会 有50的这个 生化战士的这个碎片 那也还行 它是在8点半的时候 会发好像 剩下的 我们继续做Boss吧 刚才是游戏维护了 然后这Boss 所有的Boss都刷新了 然后现在Boss可以打太多 跨幅Boss还没有来得及打 但是现在 啊 赶快去白日门 白日门这里 啊 因为有一个 一次性半年 啊 那个 显示 显示器就不在了 显示敌的 显示器就不在了呀 这 这垃圾游戏 怎么更新 把这个给关了呀 那这个找人 就要 难很多了呀 刚才我看到 这个一次性半年 他抢到了这个宝藏归属 所以我过来揍他一下 哎 就在这 呀 他死了 不是 他直接走了 他直接就把这个宝藏归给了我 呀 那么好吗 这宝藏怪其实挺难找的 就直接给了我 很开心 哦 这里 他改了 你看这里是 点这里是玩家 偏上面一点是玩家 然后需要 需要选中 需要锁定的玩家 下面是这个怪物的切换 啊 这个 这个更新的 反而 不传斗 附近没有玩家 哦 在这儿 可以点这个附近 可以切换附近的玩家 哦 切完就这样了 他这个是有病吧 你看 这个是切换玩家的 然后这里又有个玩家 这里又有个怪物 怎么这个怪物不夹到中间 那你就操作起来 有点牛逼啊 感觉会很痛苦 哎 不管这个游戏的操操作了 我先试一段时间再说吧 这里我的背包空间太不够了 所以我把这里能用的先用一下 哦 这个更新之后 我觉得坑爹好多啊 这个双击 双击之后 它不能直接使用 它需要点这个使用才行 我之前直接双击 这个就可以直接去使用了 但现在双击也不行了 这个游戏 感觉变坑好多 这是什么垃圾更新 我们先把这个极字兑换给搞了 这字也很占空间的 啊 但是 啊 现在其实还有个问题 啊 就是这个字 其实我也不能把它放到这个仓库里面去 因为我的仓库里面的 这个字也满了 不是 我的整个仓库就满了 你知道吗 特别的尴尬 交集人在乌龙山庄杀了这个风云 哎呦 完了完了 那个乌龙山庄的boss在12点以为刷新 它会给很多装备的 可惜 没有时间过去 我先把这个宝箱拿到 拿到之后 我再过去 打一下这个 跨服boss 跨服boss打完 他们估计没有我的份了 就这个乌龙山庄的boss 等三点钟刷新的时候再搞吧 现在主要是 看一下我这个仓库里 装备已经全满了 全部满了 最下面都满了 然后现在我背包里也快满了 所以我今天等不到晚上了 我必须要 赶快把这些能用的 用一下 把这个装备腾一下 腾出空间来 今半年来了 啊 父亲玩家来了 在这儿 一刀 拜拜 哈哈 他还来找我 还想来找我 这玩家 父亲玩家 是 在这儿 就可以点了 那个直级还是有的 我刚看到了 哇 开心 开心 把他宰了 真爽 就等他 爆一个好装备给我 好 宝箱拿到了 我们可以退出了 然后去打下这个 跨服boss 好的 这个令牌被我取出来了 我是 存了好多装备 在仓库里面 终于把这个令牌 取了出来 这里 物理防御 魔法防御 我把这个魔法防御 升一升级 为什么要升这个魔法防御 是因为 盗掌加强了 而且现在这个 以四万年还在 其他两个人 八刀和战争的罪 嗯 他们俩人反而不行了 不怎么来 所以我就升一下这个吧 加多少战力啊 哇 卡了一下 加了三千八 又是三千八 这好像是固定的数值 比较惨 现在我背包中有空间 然后我们再把 另外一个 这个换制令牌取出来 好 换制令牌也取出来了 再升一级 把这个升到七阶 也是升这个魔法防御 啊 背包空间不足 我的天 好 可以升级了 来 六阶升七阶 再加三千八的这个战力啊 好 舒服 哇 我背包里终于有空间了 哇 好爽 继续去打这里的这个craft boss 继续虐待他们 哦 这个会给非常非常好的东西 一共是 总共是有六个boss 那探索一次都是需要花很多东西 花很多钱的 已经不探索过了的 找一找 看还有没有探索的 这个就可以探索了 还能探索五次 探索会给很好很好的东西 啊 你看就给两个神势碎片 这个神势碎片 它比 呃 我感觉和神甲 神剑碎片差不多 珍贵 它比那个神剧碎片 要珍惜很多很多 然后这里会给这个灵珠的碎片 灵珠的碎片 现在我灵珠已经升到二阶了 升三阶的话 需要五百个碎片 然后它这个 哇 又给五个神势碎片 超级爽 一开始第一天的时候 那个吕布 他运气特别的好 啊 这个灵珠不够了 我们买个一百个 又要花两万块钱 不要提示我了 好吧 吕布第一天 探索的时候 直接探索到了 五十个神势碎片 特别牛啊 这就是两个 啊 这个次数就探索完了 这个玉峰 这个boss也可以探索 这boss就是他准点刷新 一天会刷新四次 刷新之后 你过来打他 他会给这个奖励 我刚刚给了二十个灵珠碎片 给力 嗯 打他之后会有很高的 爆率 会给高阶装备 至少也是十二转的 啊 我看到很多人打这个就 很快爆了好多好多装备 他可能花五六分钟就打完 这所有的六个boss 然后就爆五六件装备 超级的爽 再消耗五个灵符 这个灵符就是两块钱一个 啊第一次是最便宜的 所以如果说比较拮据的话 你就啊 来探索一次就行了 就每个boss你就探索一次 但是像我的话 我就每个boss就探索五次 还有个清晨和一个这个飞红 这两个boss我们再去看一眼 清晨也探索过了 哦他是五个时间点 飞红也探索过了 那就没有了 好就是简单交代一下 然后这里会给的灵珠 再说一遍 这好像提到过一句 就是在角色里面 角色这里有个宝物 你看这里有个宝物 点开这里 然后就会出现这个灵珠 这个灵珠已经到了这个二阶了 那这里看不出这个阶数 反正一阶的时候 它只有一万战力 二阶的话又多了八千 然后现在要升级 其实挺难的 升级的话是在这 找这个boss去升 现在有五十多碎片 我仓库里面好像还有一些 我仓库里的 加上我 就是我现在所有的这个碎片 总共是有三百个 感觉后天又可以升级了 但是因为自己加个七八千的战力 其实非常的厉害 非常非常的厉害 我觉得这算是一个性价比 非常非常高的活动了 就是花钻石而言 非常非常的划算 这游戏我发现它有一点比较坑 就是它不能立刻回去了 你看到没 如果这个指示器开着 它刚好就把这个回程石给挡住了 这个设计实在是不要太完美 搞得啊 我都快南希腊了 我都快吐了 我们下期再见